三个月大的小女婴躺在病床上 左手的中指前端出现变黑红肿 血管跟细胞受损快死 再加上因为发现的时间点太晚 错过黄金治疗期 所以一时最后也只能将女婴的指头截掉 让小女婴的爸妈是心疼又自责 她是很懊悔啊 她就是手套戴小朋友的那个 防止抓脸的那个手套 然后戴进去的时候 如果里面可能有一些剩下的线头 没有注意到 所以手指头刚好穿到那个线头里面去 造成挤压 然后导致组织坏死 发现指头还是不行就坏死掉 之后我们只好做一个切除手术 女婴的父母向医生表示 小女婴是家中的第四胎 因为担心她的指甲会抓上身体 于是用护手套把她的小手套起来 加上这几天天气比较冷 所以隔了三天才帮她洗澡 但没想到拿下手套时 发现中指却被手套里头 突落的细线给沉住 才会导致指头严重坏死 两只手套都应该做检查 像这里就有一些缝线 它没有剪除干净 那建议家长就应该把它固定好 剪除掉 那因为小朋友的手套用久了 其实还是会旧会松脱 所以可能定时还是需要做比较好的检查 那常常就要去更换 那如果真的是旧了的话 就应该要太换 专家也提醒 婴儿护手套每隔三个钟头 就要打开来检查一次 而穿戴之前最好 还是要把护手套的另一侧线头 用剪刀紧干净 因为小婴儿不舒服的时候 并不会用言语表达 也没办法自己挣脱 所以家长就得要多加留意 避免意外会再次发生 记者陈伯翰台中采访不到